首次上稿 11点09分更新时间 17点18分 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南台湾昨日23日 暴雨来袭 台南高雄等地均传出积水 淹水灾情 一位李仪师无奈表示 与谈狂喜之际 正好在举办祭奠仪式 整座灵堂惨遭突如其来的豪雨淹没 王姓李仪师在脸书报废公社分享了两张照片 只见照片中的灵堂几乎被淹到灭顶 勉强只看得到棚顶 他无奈表示 淹水灾情省了家电宫殿里无法跪拜 原先还担忧该如何把棺木移到灵车上 而据苹果日报报道 最后家属借到一艘交罚 顺利将水中运关 一上灵车送至新营病葬缩获化 报道提及 王姓李仪师透露 今早到会场时见水深约80公分 家属亲友当时更难以进入会场 最后只好将家电宫殿里取消 简单举行追思一事 报道表示 王姓李仪师指出 入行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原先打算以人力一关 但当有万一关木进水会烧得不好看 锁醒最后以交罚运关一至二公里到马路后 顺利送上灵车 圆满完成后事 网友看到这幕 纷纷打气说道 辛苦了 祝圆满 注意安全 辛苦了 一定能圆满顺利 加油 一定有圆满的方法 互相商讨对策加油 是